说到利润联这个名字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过最近利润联却做了一件大事 利润联花了40页 接盘了李嘉诚在上海的世纪盛会广场 这个广场是李嘉诚在2005年买下地皮 然后开建的 项目已经竣工了 但是还没正式开业 李嘉诚囤了16年 一转身就卖了40亿 赚的是盆满钵满 当时利润联可以拿出40亿来接盘李嘉诚 也说明了利润联的实力 利润联是真正的隐形女首富 在中国有一些女富豪是假的富豪 比如说曾经的女首善何乔女 她的200多亿身家都是来自股票 而当她的东方云林市值暴跌之后 她就一无所有了 利润联则不一样 她的公司市值才200多亿 所以她的账面身家才100多亿 但是她真正身家至少是千亿级别 利润联单单是在香港就控制了价值800亿的物业 单单是香港图罗湾的西盛广场 市值就超过了百亿 另外还有力源 力舞台等等物业 图罗湾是香港的商业中心 这里有著名的时代广场 全球租金最高的罗素街也是在这里 利润联就是陀罗湾的帝王 他的爷爷在100年之前花了350万 买下了陀罗湾大片的地皮 后来规定后人只租不卖 利润联如今单单是在陀罗湾一年 就可以收租20多亿 熟悉香港地产市场的朋友都知道 过去几年 因为中环租金太高了 所以租金价格较低的陀罗湾 是承接了大量逃离中环的租客 所以利润联也是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下 很多地产公司日子都不好过 现在能够自保就不错了 更比说拿钱出来收购别人的资产 连万科手握1800多亿现金 都变得非常谨慎 利润联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40亿 也说明它的实力 另外利润联在上海 还有一座著名的恒隆广场 这座物业如今的市值至少超过了800亿 一年的租金收入高达20多亿 这个项目是利润联家族 跟香港另一个豪门 陈启宗家族一起开发的 如今也成为了内地商业地产的标杆项目 那么利润联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可以成为隐形女首富 作用如此多的收缩资产呢 利润联的成功 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 另一方面是爷爷跟妈妈留下的资产 利润联的爷爷就是香港 大名鼎鼎的公烟大王利希盛 利希盛是出生在美国夏威夷的华人 利希盛的父亲早年去美国淘金 所以利希盛是在美国出生的 因为在美国出生 利希盛也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利希盛长大之后 跟着父亲回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黄人书院读书 这个学校可以说是一个传奇 当年孙先生也曾经在这里读书 另外后来 何鸿燊跟霍英东 也是从这里毕业出去的 利希盛先是在这里读书 毕业之后又在这里教书 成为了一个英语老师 当时懂得中文跟英文的人非常少 洋行跟中国做生意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于是利希盛后来成为了洋行的买办 买办虽然职位不高 但是作为中间人却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他们可以中国的物资卖给洋行 又可以把洋行的物资卖给中国 何鸿燊的爷爷何福还有何福的哥哥何东 也是当时洋行的买办 利希盛就靠此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利希盛最赚钱的生意就是公烟了 这也是后来利希盛家族争议最大的地方 也让利希盛年纪轻轻就付出了生命的原因 当时南方的公烟都被利希盛给垄断了 他也因此积累了庞大的财富 成为了跟河东齐名的大富豪 利希盛当时也娶了好几个太太 生了很多子女 利希盛发家之后 也开始想要转行发展正道 于是他就在香港投资房地产 当时利希盛花了350万 从颐和洋行手中 买下了陀螺湾的大片土地 不过在利希盛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在20年代的时候突然被人刺杀了 利希盛去世的时候才40来岁 利希盛去世之后 他们家族的人悬赏几万元寻找凶手 不过至今都是一个无头公案 利希盛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利孝和继承了家族的资产 利孝和后来娶了上海大家族的千金陆燕群 利孝和也是一个生意好手 他听从父亲的话 没有卖掉陀螺湾的地皮 一直留在收租 并且盖了很多物业来收租 从20年代开始 利家靠着收租就是香港的顶级豪门了 利孝和后来又投资了汽水工厂 还跟邵逸夫一起合作成立了TVB 不过之后也是因病去世 利孝和去世之后 陆燕群成为了家族的接班人 陆燕群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是非常有商业眼光 他认为汽水对健康没有帮助 于是就把汽车工厂卖掉 之后又是大举入股了 几十家上市公司 另外陆燕群把屠罗湾的很多旧物业拆掉 重建成新的物业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陆燕群也是香港的顶级名员 跟李嘉诚 邵逸夫等人关系非常好 当时每次TVB台庆 陆燕群都会出现 陆燕群每次都是精心打扮 陆燕群今年已经96岁了 但是依然保养得非常好 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 这才是最神奇的地方 陆燕群年纪大了之后 就把生意交给了女儿利孕莲 利孕莲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澳大利亚留学 如今她还是国泰航空有限公司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 莱宝集团有限公司 于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之 独立非执行董事 利孕莲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 她还在接手家族事业之前 曾经在多家的国际投行工作 并且担任高层的工作 这也证明了利孕莲的能力 这次利孕莲接盘李嘉诚 也是让她大大露面了 其实像利孕莲这样的 才是真正的隐形富豪 接下来说 曾在澳门无依无靠 如今她一年收租20亿 很多人对许建康这个人并不熟悉 其实她是澳门的一位富豪 她是保隆地产的掌门人 不过她却在内地拥有很多生意 2021年上半年 保隆地产营收达到530亿 增速达到68% 发展速度确实很快 根据资料显示 许建康目前拥有200亿现金 拥有37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 而且保隆地产的经营状况很好 并没有触及红线 许建康在2021年上半年 又买了19块地 许建康的老家在福建 父亲是当地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许建康小时候就立志长大后成医生 但是后来她却到澳门做生意 因此放弃了当医生这个梦想 许建康刚到澳门的时候身上只有10块钱 而且她在那里无依无靠 后来在她姐姐的帮助 许建康在澳门有了自己的商铺 许建康凭借服装生意再加了一些积蓄 然后她用这些资金低价从内地批发服装 然后到澳门市场售卖 逐渐赚来了更多的钱 有了一定的财富以后 许建康又开了一家鱼散厂 并且将它做大做强 实现了财富自由 90年代 许建康跟几位合伙人 共同出资5000多万元 创办了保隆集团 1992年 许建康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富豪 这一年她到内地发展行业 她斥资7500万在澳门买下了四块地 在这里修建保隆中心大楼 成为当时这里的地标建筑 后来徐建康以此为基础 向其他城市扩展自己的地产生意 那个时候 保隆地产的实力跟万达地产不相上下 后来万达不断扩充产业范围 才逐渐超越了保隆 但是保隆现在的实力也不弱 凭借旗下几十个产业 每年可以拿到20亿的租金收入 而许建康则一直控制公司的负债率 一直对扩张谨小甚微 2013年 许建康将目光放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 并且逐渐卸下身上的职务 让儿子许芳华来扛起管理公司的重任 在许建康的带领下 保隆捐出不少款项 并且为商户减免上亿元的租金 他还曾经捐资数亿元修建艺术馆 其实许建康才是一位真正低调的富豪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盲目扩张 而是一直带领公司稳步向前发展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